就是不要用死背的方法 你用理解的 反正這些東西都有一定的邏輯性 畫面上有什麼你就去宣告什麼 然後最後記得LT加Enter 它自動會幫你匯進來 然後有Text View 然後有Button 所以我目前學的最重要就是兩個原件 基本的原件 然後再去連結 所以這邊是宣告 宣告的方法如果它是同一種類型的話 可以全部串在一起 但是連結的話不能全部串在一起 你不能一次連結很多個 你只能一行去連結一個 所以底下連結你會發現 不能全部串一起 變成一個一個去連結它 那這個過程其實蠻抽象的 因為你不可能把那個電腦打開來 它也看不到 它實際上就是怎麼樣 如果你要你任何的程式 就是任何的東西要work的話 一定要載到memory 一定要記憶體裡面 那其實我們宣告這動作 實際上就是把 這個就是你畫面上的東西 你露到那個memory裡面 它才可以被控制 如果你沒有露到memory 沒有記憶體裡面 是無法被控制的 然後呢利用這樣的方式的話 我們就分別建立 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第四第五 然後一直往下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簡單的方法就是 一直複製貼上 10 11 然後 多一個0 你等一下再見一個0 0的話 也是一樣 所以這邊的話 一樣Ctrl C 然後就是Enter一下 貼一下 然後這邊的話 表示B00 那B00的話呢 就是 補一個0 這個地方補一個0就可以了 好 那分別一樣的動作 不過特別重要 結構 你這個地方 這個分號啦 什麼 符號 你不要少一個 慢慢要習慣 它是一個完整的結構 最後的話是清除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 希望清除邏輯 你是這樣點下它 可以把它 最後一個字 清掉 不過呢 會有個問題喔 如果它已經是 五個字的話 那你就不能夠再 再清了 因為如果再清的話 變成 543 連電話 冒號都清掉 那就不對 所以呢這個邏輯 你可能要保留喔 OK 不能說一直清 一直清 清光不行喔 那程式該如何撰寫 一樣 第一個 把這一段 Ctrl C 然後呢 Ctrl V貼上 對不對 再來的話呢 這個東西把它改成 Be Clear 所以你這邊改成 B 不過它這個 比較麻煩 記得就是輸入的時候 有時候會變成全形 那你這個全形 變 C 那特別是它是區分大小寫 大小寫 不要打錯 OK Be Clear 然後這邊都一樣 方法不太一樣 這裡面的敘述 那我是希望怎麼樣 一樣還是先取得裡面的字串 把裡面的字掉出來 可是我要做什麼呢 扣掉最後一個字 之後再寫回去 所以那個邏輯 可能剛剛同學還不是 很能夠 其實我們剛剛什麼 把裡面的字抓出來之後 補了一個字之後 再塞回去 其實就把它蓋過去 有點像 複製 貼上是整個貼喔 OK 原來東西都不見了 把它蓋過去的意思 那這邊也是一樣 我先抓到它 那 剛剛談那個TotString 其實因為抓到的東西是一個 一堆的字元 那你要把它變成字串 就要需要一個TotString的方法 沒有TotString 它就是字元 字元丟給它 它不接受 因為它是一個 字串的 形態 可以特別注意 這個都是Java的基本 基本的知識 所以我是建議 如果你對這個有興趣 不過 學這個一定要有興趣 不然的話很快就放棄了 不過這非常好玩 你要把它學會 真的很花時間 廚書館裡面所有的Java書 像我以前 就把它全部借回來 不管看不看得懂 反正我就把它放著 有空就翻 環圍去再把它借出來 環圍 知道有一天 我真的 都已經看得很熟了 那我覺得 這東西其實還蠻 蠻棒的 為什麼 你在 控制所有自動畫 都很方便 很多時候呢 人家還在那邊 塗髮鏈 慢慢弄 你學目都已經寫完了 按個按鈕全部都搞定了 你主管會覺得 奇怪為什麼你每天 那麼閒 事情還是做這麼快 真的每天都 喝茶看報紙 一直在學校單位 後來其實我離開 不是大學 是中學 其實 我是覺得那裡 真的 不過時間 太多也是一個感覺 好像不是一件好事 後來發現 還有很多地方 你可以做很多很多事 所以 如果你學會這些東西 你要把它學會 真的要培養你的興趣 OK 那 回過頭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 當然要把東西抓 抓回來 那我要清掉最後一個字 清掉最後一個字的話 怎麼寫 特別是你可能需要了解一個 Java裡面的字串 類別 所以你就翻到任何書裡面都有 Java書都有字串類別 裡面呢 S就是一個 字串 這個一個字串的形 字串的一個形態 它裡面的話呢 S指的是那裡面的字 可是那裡面的字 那我怎麼去把它扣掉 這個最後一個字呢 這裡面可以用一個方法 那個方法叫做substring 所以你打一個S 它這邊也會出現 有沒有 substring sub 是應該就裡面的字 吧 那裡面的字呢 它有好幾種傳遞的方法 刮糊 有那個什麼 between 跟end 從哪一個index 到哪一個 那其實我們選這個 意思是說 我要從第幾個字 抓到第幾個字的意思 這邊都有 相關說明 而且要int 指的就是你要給它整數 好那我要從第幾個字 它的字算法 不是從第一個字 它從第0個字 它第一個字就是0開始 所以我們從第0個字 逗點 它會問你說那你最後一個字是哪一個字呢 我從 S 的總長度 所以它裡面還有一個屬性叫lex lex就是它這個 字串總共有幾個字 你把它減 一個字就好了 這樣的話呢 它就會怎麼樣呢 幫你把從第0個字 到總長度減一個字 意思是說最後一個字不要 我們用substring就把它完成了 最後記得再一個後刮糊 再加一個分號 程式就寫完了 不過特別重要如果你寫這樣的話 會有個嚴重的問題 什麼問題呢 你會一直一直 它會扣掉 連冒號跟這個電話號碼全部都扣掉 為什麼 因為它抓回來的東西嘛 它反正不管你幾個字 一直扣一直扣一直扣 可是扣到沒有字 還是扣就 程式就 就會跳掉了 為什麼 因為就程式出現錯誤了 因為沒有字的你還substring 所以怎麼辦呢 需要做一個邏輯判斷 什麼樣的邏輯判斷呢 在java裡面呢 一定是if if什麼呢 什麼時候才能往下去扣那些字 這邊有個邏輯 小刮糊 做什麼事就會大刮糊 中間切一半 然後呢 這邏輯就寫在小刮糊 什麼邏輯呢 如果當那個字串的長度 假如是大於5個字的話 你才可以去做切的動作 所以這個敘述 字串的長度 剛剛有寫過嗎 字串的lex 所以你就打一個 L1 Lax 就是利用這個屬性 這個這個名稱有沒有 其實在我剛剛講的類別 字串類別裡面都有 如果他大於5的話 表示這個條件 為True 5個字 你才去做切的動作 所以你把這個 這個中間這段 放在這個邏輯裡面 他才會去 我才會去 去跑這個這個邏輯 反之 如果他的字串長度 是已經是5個 或者是小於5的話 他就跳過跳過 他就不會再執行 否則的話你程式就 奇怪一直跳到 跳到 就跑掉 OK 應該可以理解這個 但是他不是全形字嗎 中文字應該要成的嗎 不過 在那個 Android或者是之後啦 兩個字那是微軟的 現在全部不管中文英文 都是兩個by者 然後都說 都算一個字 在Java裡面都一個字 所以沒有那個全形辦形的問題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把這邊 全部就做好 因為unicode都是這樣子 好 這個職業執行看一下 那最後 當然 我們這邊跑得還蠻快的 所以試試看就知道了 123 456 反正後面都一樣 清除 OK最關鍵 OK 清除 有沒有清一個字 清一個字 清一個字 然後他往前清除 因為我們這邊有個設個條件 有沒有 因為他剛好要 他現在有5個字 所以會不會跑呢 不會了 為什麼因為 5個字嘛 邏輯的話呢 他一定要是大於5 所以如果你再多一個字 6個字的話 那他符合 這個邏輯的話 為tru 才會扣掉 OK應該可以了解這個 這個簡單的邏輯 其實未來如果你要寫App 反正把Java學好 你很多東西可以寫的 而且網路上有很多 相關的Source 國外很多 一堆 反正你抓 馬上可以變一個App Java會這邊全部都有內容 接下來你就是了解 怎麼樣把這個View做出來 就可以完成 這部分我想各位試一下 畫面還給各位 好 所以 今天那個事件部分又延伸 等於是 之前Hello World只有一個事件 那今天的話呢 等於是 有 突然增加了 有13個按鈕 那13按鈕其實前面12個按鈕的事件 基本上都 一模一樣 只有最後一個不一樣 最後一個其實我們是利用那個 那個所謂的 字串類別 所以如果說你假如想要知道那個對於 我剛剛講的字串類別裡面的使用方法 其實Java的書裡面一定會有個章節 專門就是在講如何處理 這個 所謂的字串 其中就是用到一個叫 Substring 跟那個Lex 這兩個 一個是屬性 一個是方法 OK